HELLO 大家好,我是啤啤 今天做滷水牛斬 我這個是簡易版 用的香料都會是比較簡單 和容易買到 滷出來的牛斬一樣好香好入味 無論冬食、熱食都好正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吧 材料有牛斬兩條 這些是金錢斬 即是一隻牛前腿上面長型、大有筋的肌斬肉 這個位置,筋肉平均 用來做滷水比較適合 我們先沖一沖水 見到有肥膏,我就斬走它 牛斬要先出水 我們凍水落 放兩片薑,少少紹酒 滾5分鐘 之後取出洗乾淨備用 香料有八角四五粒 花椒兩湯匙 八片薑 五粒蒜頭 兩棵芫荽 半個洋蔥和兩棵蔥 所有的材料我都會寫在資訊欄 給大家參考和記下 我們先開火 下油 炒香香料 先下薑 蒜頭 花椒八角 中大火炒幾下 再下蔥段 洋蔥和芫荽 炒香炒乾 現在已經煮乾 見到那些煮乾 然後下椒 湯匙 鍋草 炒香油 鍋炒乾 炒香油 鍋炒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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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鍋炒炒乾 盖上盖,等它滾起 之后,下大约1茶匙的盐 下大约半只鸡蛋的大小的冰糖 盖上盖,转小火煮30分钟 30分钟之后,转一转牛腱 现在可以先试一下味道 不用太咸,适中就可以 待会还要炖的 今次我会加炸豆腐和鸡蛋 豆腐就用水冲洗一下才放进去 鸡蛋可以另外煮定,最后才放 我们今次用小火煮1小时 1小时之后,我们再试一下味道 现在会浓郁得来,又不会太咸 这个汤是可以做汤面都可以的咸度 煮好鸡蛋,现在可以放进去 浸住它 之后关火,盖盖,油焗住 等它凉就做好了 我们比较早吃晚餐 焗了3个小时左右,还是暖的 见面头有油,就避一避它 如果未吃着,就用玻璃器皿 连汁装起,封好放入冰箱 第二日吃会更加入味 还有肉质不会干 鸡蛋 牛切凉了先切会比较容易切 而且可以切薄一点 现在还暖的,就要切厚一点 不然会容易散开 厚切会是一口肉,两种吃法 我们两种都很喜欢 不知你们会喜欢哪种呢? 鸡蛋 吃之前,淋点汁上面 按个简单版的焯水牛切 加豆腐、鸡蛋就做好了 夏天用来做冷盘 冬天做热食 过年过节请客开派对 真是一年四季任何时间都合适 还有最重要是好吃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分享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出一些简单食谱 欢迎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多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